我們要看什麼人 我們要看你們啦 要看這隻啦 好嗎 蔡英文氣勢走到哪裡 都有民眾篩檢 凝聚經費和人氣小小鋪滿 成功出擊 台灣的民族的發展 有一個很重要的關鍵點 就是小豬運動的成功 現在是小豬運動 小豬救國 當初提醒蔡英文總部 注意政治獻金違法問題的監察院 被當成創意來源 啞巴吃黃臉 為成年三胞胎送上鋪滿 可能觸法 監察院自認好息提醒 沒想到民進黨借力使力 引起話題 監察院公布電話記錄 指民進黨黨工陳志貞 曾致電為文宣部的脫序行為道歉 暗批民進黨玩兩手策略 他表示說 這東西造成我們的困擾 不好意思 那希望以後我們 類似的情形 希望我們給他善意的 還是給他善意提醒 非承辦業務的黨工 他去致意 他是平常跟監察院的員工 他建立了一定的熟悉的交情 那所以說去跟他表達這樣一個致意 單純法律問題操作成政治動員 那事隔半個月才有反應 顯示三隻小豬的威力 連監察院都感覺到了 曾經黃明君和趙偉台北採訪報導 我們看到這有關於今天的新聞 這個新聞其實 新安院電話也打了 所以民進黨 確寫逆勢操作成功了 所以現在三隻小豬 成為一個非常熱門的話題 雖然在民調當中顯示出來 這個話題 不見得可以真的轉換為選票 我覺得當然這一點的話 不但對於蔡英文來說 對於馬英九的米九總統來說 似乎民調結果都顯示出來 可能有些東西必須要再增加一些真材實料 剛才廣告書跟憲宏聊 他用的這個話題的還蠻簡潔 蠻生動 他說顯然今年的選民不太好對付 就是說不是你隨便三隻小豬 米九總統 大家就覺得很棒很棒 然後就愛你不得了 就決定把票投給你 沒那麼簡單 不過的話我覺得這是不是也反映出來 就是說有一些比較花絮式的 就像今天新聞裡面突顯出來 就是說事實上呢 雖然三隻小豬造勢成功 但是在當中 其實監察院 他是蠻善意的去提醒 但是反過來講 被民進黨的當初一開始講到說 什麼打壓 然後又說什麼 這個監察院 這邊是就是刻意的 要去給這個民進黨 給蔡英文穿小鞋 這樣子比起來 會不會有點過度的扭曲人性了一點 這個費委員你怎麼看 我們對三隻小豬的印象 我記得在四年前 杜鎮盛講說 三隻小豬成語 是成語 所以這一次他就借用了這三隻小豬 主要是就是我們標誌想打壓 我們覺得是打壓 我倒是覺得看到監察院講說 昨天他發布新聞說 他是基於善意 可能我們開個玩笑 可能監察院提醒這個人 可能是民進黨支持者 真的是提醒 我再開玩笑 他應該是支持民進黨的 為什麼 如果說他不講 到時候影片一放 到時候選完 他再給你算賬 要壞一點的話對不對 壞一點的話 你壞一點的話 你就輸了嘛 對不對 所以我是覺得民進黨這次 就是當事實真相公布以後 他真是藉著打壓這個議題 去炒這個議題 我覺得不太道德 平常講 而且當然前兩天大家都覺得 這是一個成功的戰術 可是說大家知道這真正是 人家是善意的告訴你 你把它反而顛倒思維 說是打壓 我是建議大家 你們需要調整一下 跟社會大眾做一個交代 到底是人家到監察院 是善意的還是不善意的 我覺得有些發言人的講話 是不是讓這個很溫暖的 活得變得有點瑕疵了 不管是善意還是不善意 第一個就是說 有些人打這個電話是事實 對不對 特別要來提醒是事實 這樣不好嗎 不是 這個重點在這裡 提醒本身本來不會是什麼 大問題 可是人民為什麼會有感覺 其實民進黨要操作 一定要有社會氛圍 不是他可以隨便說 今天我喊打壓一定就會成功 對不對 還有什麼氛圍呢 很簡單 當大家看到說 國民黨是有千億黨產 一年還有鼓勵29億 然後大家股市在崩盤的時候 這樣的落差感很大 然後民進黨是一個負債累累 在還錢的政黨 所以大家會塞紅包給蔡英文 那個是在三隻小豬之前 對不對 大家已經普遍感受到說 民進黨這樣一個政黨 要站起來是很困難的 他必須要靠人民 這樣子一點一滴的累積 當然他是人民撐起來的 他要變壞相對也困難 他因為這樣的過程 他不拿政黨 不拿這個財團的錢嘛 所以這個氛圍是在一個 29億鼓勵 相對於人民愛的鼓勵 這樣的強烈對比之下 才有可能把它帶動起來 如果沒有這個背景 我老實講 三隻小豬不會成功 這是第一點 第二個呢 我特別要講就是說 剛剛其實憲鴻兄 對我們提醒 我是非常謝謝 也認為他講的其實是很對 就是說 一個選舉裡面 其實我們去餐廳吃個飯 第一個 一定要先看說 我煮菜要吃什麼嘛 對不對 煮菜之餘 你要看你配菜要配什麼 是要青菜沙拉呢 還是要馬鈴薯 還是要麵 對不對 那除了這個以外 你也要想說你要怎麼調味料啊 對不對 你要加的是這個義式的沙拉醬 還是要法式的沙拉醬 總之是這樣子的過程嘛 所以小豬的議題 你可以把它比喻 它就是沙拉醬的概念 但是終究 我覺得很多人民 他也是在告訴我們 我們在這個很多場合裡面 都有聽到很多的民眾說 煮菜還是你們最重要的 你們要把煮菜弄清楚 那我想三隻小豬 在我們自己的造勢場合 這個一個很熱鬧的過程 很歡樂的氣氛 這個我覺得無可厚非啦 我覺得覺得如果藍軍 不要太這個擔憂 其實我是很祝福他們 可以自己去發展一套 找出生日小狗 對 那我們這個藍軍的朋友 也可以快快樂樂的 像我們剛剛這個有一個 去逛夜市的朋友說 快快樂樂去投票 不要帶著悲情 不要帶著含淚 這樣的一個心情 擔心的不是小豬 擔心的是大人 大人丟錢那個 那個比較擔心 你真的把錢拿出來 塞一個小鷹 那個票也會給你 那小豬沒有選票 而且小豬也搞不清楚 為什麼我這個小豬要給小鷹 小鷹到底有什麼好 對台灣有什麼 會把台灣帶了什麼路 那個小豬是不知道的 那幾次小豬那個小小鬼 他怎麼會知道呢 是那個三胞胎 對 那三胞胎 他不曉得小鷹到底好還是不好 也不知道 馬鷹到底是不是大野狼 那他不會知道的 那叫那個小鬼 拿那個鋪滿拿出來 是大人叫他拿的嘛 叫他拿的 如果是他真的存了錢 可能大人說 小妹妹 你把這個拿去給小鷹阿姨 爸爸再給你五百塊 他可能這樣 要不然的話 硬逼著那個小孩子 把那個小豬拿去當助助先進 對小孩子是很殘忍的 其實不會 其實這個大家 都當作是一個好玩的事情 不是啦 我是講的好玩 我是講的好玩 我擔心了 不是小豬的問題 我兒子拿著一隻小豬 一回家之後 他就知道一個遊戲 他就說媽媽 你趕快給我一把銅板 我就是要把它全部塞滿 他以塞滿他 當作為一個他滿足的 樂趣的成就感 對 其實錢都是父母的錢 講實在話 當然 其實以前我跑過 我跑過監察院 我了解監察院 他們的一個文化 其實監察院財產申報處 你不要看他好像是一個單位 他的人裡面建置的並不多 而且有一半以上 有很多是其實在外面 請的一些聘僱人員 他就大概就不到 30個人的一個人力 要查全國那麼多的 從上到下 上從總統選舉 到立委縣市長 然後各縣市議員 還有里長 還有里長 還有鄉鎮市民代表 這麼多人的政治獻金 的一個查查 所以我覺得監察院的 本身的公務人員 我要幫監察院講的話 就是說他們本身的政治 性質沒有那麼高 他們有些的動作 是為了事後 可以不又帶來 這麼多不必要的麻煩 事前他去做一個 就像剛剛講的 一個善意的提醒 他沒有想到這麼多 你知道嗎 所以當碰到這個狀況 電視新聞一直拍一直拍 然後有人又提出說 可能會有這樣的狀況 有時候我們記者 那時候我跑監察院 我們也會去問監察院的 財產申報處處長 甚至問到財產申報處 下面的一個某個 政治獻金組的組長 科長問他說 這有沒有問題 然後他就是回答一下 哪知道記者就寫出來了 有時候就這樣子 然後變成民進黨 他在這個操作上 他就會在技術上去得分 所以我認為說 拿這個去講監察院 一個打壓 或政治打壓 這樣子講是太沉重了 你也把那個博台大人 去打那個小豬的那個威力 好像放大去看 對他也是有點委屈 就變成說監察院 他做這個動作 他只是在想說 他事後的查查 他可以減輕一些壓力或責任 但是他沒想到 這樣的一個政治敏感性 結果越弄越糟 我記得之前三四年前 我們那時候 08年以前 那個時候大選之前 有很多監察院 比如說那時候 有關於扁家的弊案的時候 吳淑貞那時候 珠寶不是有些被查出來 媒體爆料之後 有很多發現沒有申報嗎 那時候我每天追著 財產申報處處長 跟政治現金組的組長去問說 為什麼這個沒申報 或怎麼樣 結果他們就是 左支右處的 也不知道這東西 訊息都是從媒體來 然後他們有時候打電話 去一些相關的金控機構 或是銀行 他們也不知道的狀況 都是看報紙然後去查 結果那時候 很多媒體就質疑監察院 你是幫吳淑貞掩護 你在幫上水扁 你在幫綠營 就監察院 左也不是 右也不是 左右為難 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被質疑說 你在幫民進黨 你在幫吳淑貞掩護 現在國民黨執政的時候 你說好像變成 國民黨的政治打手 你這樣子變成 監察院就捲入了 這個政治線窩 本來是一個駁台玉石大人 現在變成 絞進來 他豬八卦照進去 像一個豬頭山裡外不是人 所以我覺得變成說 政治去解釋他 技術打壓 你就變成把監察院 攬到這個政治的 大黑色的攬缸裡面 變成你要怎麼解釋 監察院就沒轍啊 所以就是 三隻小豬 與一個豬頭 的故事是這樣子嗎 這個事實上 如果它是一個美麗的意外的話 其實我是覺得 不要為難 就何苦去為難這些公務人員 就是說 你可以在這邊得分 但是對於公務人員來說 他畢竟如果是一個 善意提醒的話 我覺得其實 反正應該謝謝人家 這個相關你怎麼看 不過 我再提醒一下民進黨 三隻小豬 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十萬隻小豬 請問這個募款募了多少錢 如何管理 這就不開玩笑了 這就變成是 一定要說清楚 整個法律上的問題 這個是很高興的事 對不對 可是我認為民進黨要盡快的 如果你的速度很快 到十萬甚至二十萬 很好 可是這一筆錢 到底多少錢 我可以回答一下 楊大哥的提醒 要馬上有一個 管理委員會 一個整理 以遭公信的 因為這種零稅的錢 剛剛他講的一點都沒錯 雖然都是小孩子 說很高興去 還有你們家小寶貝 也就說要參與去 那個還是有情感因素 雖然說都是大人給的 可是小孩 這個社會會看著說 那孩子給你的錢 到最後是怎樣 如果民進黨到最後說 到底多少錢 也搞不清楚 賬目不清的話 這個是問題 楊大哥這個提醒 我覺得非常好 就是說其實我們還蠻科學的 我們有從一隻小豬 全部投一塊錢 到投五塊錢 到投十塊錢 到投五十塊 它最後打開來以後 是多少錢 還分類喔 對我們都有進 進鑽過說一隻小豬 最多可以到多少錢 我們也滿了 裝磅滿了 磅滿也是一樣 我們就說它的極限量 然後所以我們都在思考說 因為政治現金法規範 是相對清楚的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小豬 上面要特別貼一個標籤 上面要註明金額 要註明姓名地址 相關的資料 以便說將來這個東西 你繳回來的時候 而且每一隻有編號 是可登錄的 對我們才有辦法去追蹤 才不會產生各樣的困擾 或被人家說 喔這個不行喔 違反政治現金法 所以經過三隻小豬的 這個事情的提醒以後 反而讓我們是更加的注意了 OK好我們要休息一會 回來之後再聊聊 那另外呢會不會有些事情 也是有點不近人情呢 譬如說馬英九要去見李登輝 有這麼嚴重嗎 那蔡英文到底見了李登輝沒有 有這麼神秘嗎 OK另外的話呢 還包括了說 到底對於米九總統馬英九來說 如果米九沒有辦法吸引選民的話 那麼這一連串 這段時間以來的政策 可以吸引選民嗎 我對你急了 為什麼那麼急呢 馬上回來 好 好 好